特别的虚软 里面都是蜂窝状的 嗨,大家好,我是霞姐 搞咬了一点面 熟了几个鸡蛋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 甲肠鸡蛋嬷嬷的做法 鲜活面 给面里打几个鸡蛋 多打几个 少加点盐 来点姜母粉 鸣鹅水和面 把面收一个方向搅起以后 盖住让它醒上一个小时 面快醒醒好的来 现在切点胡萝卜和抽花 切好的胡萝卜和抽花 倒在醒好的面里 用筷子搅油 好嘞 能炸的 面糊稍微让它稀一点 筷子能调起就好了 锅里倒油 油温五成热 把锅子放锅里热一下 然后要一双面糊 倒这个 放到锅里炸 放在锅里炸 炸 面糊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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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鸡蛋摸摸,两边炸花,炸出来 今天的鸡蛋摸摸就做好了 还会来泡着粉汤,能开出来 你先搞了,来来 特别的虚软 里面都是氛窝装的 里里,你今天几句了,坐多少坐下来 还会来个粉汤,你们该要好吃 你现在回了祖父了 祖父都泡着一大来,就都回上来 鸡蛋婆婆回复她? 没 我吃起来不想鸡蛋婆婆 这个做法比鸡蛋婆婆还简单 那就是嘛 一碗都油了,你最近才吃完这么坏了 摸饭了,不过你摸食堆还不错 哎呀,想你这个食堆做下 这个食堆做酒席就吃没了 哈哈哈哈,最做酒席也不好一次吃 哈哈,死了 这个也吃不美,做酒席 哎呀,徐哥吃的没有 哈哈,一口一个一口一个 哈哈,我吃了一口一个 哈哈 徐哥,我看西游鸡串 那个谁吃肉丝锅就一口一个吗? 二十区啊 好,是大十区吗?我记得 你记得多了,你说就是二十区 是吧? 好 二十区吃肉丝锅一口一个 怎么吃出来味儿 哈哈哈哈 你吃嘴味儿了吗? 吃嘴味儿了 吃嘴味儿了 哈哈哈哈 嗯,今天把这炸小点 好吃了 嗯 甲肠炸鸡蛋抹抹 和面的姿态打上几个鸡蛋 加点酱母粉 把面和洗一点 和到筷子能挂出去就好了 然后醒上一个小时 洗好之后再加点胡萝卜 碟儿了 葱花了 韭菜了 这些都可以 上锅炸的时候 又说着一咬一个 特别的方便又简单 喜欢的朋友们也可以自己做一哈 你们几个好好吃 哦,吃这个 嗯 今天煮了一回煮的几块 就这个啊 哦 我们这几瓶没的 已经冷不冷 一天不要早点睡 你给水辣的话就摆也摆不睡 我喝水辣了 我就看看手机 我再喝水辣了 哈哈 那猫子对着我还笑得咕咕咕咕咕咕 哈哈 你爸不是啊 你说我辣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们几块把这点都摆四个了 你娘了了 谢谢 我都吃饱了 都吃饱了 我都吃饱了 我都吃饱了 今天这视频就分享到这儿了 喜欢的朋友们 帮我点个关注 书边的帮我点个赞 谢谢大家 朋友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